哈喽,猜电与学术故事,我是薛莉莉 2024年第33届奥运会顺利在巴黎闭幕 围棋两周多的体育竞赛 让全球民众为之疯狂 虽然不能清零赛场 但透过摄影镜头的记录 让我们能看到现场的精彩瞬间 甚至可以反复回味 这些幕后都是摄影师 与摄影设备技术的功劳与进步 而这也拜纪录片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所赐 他为1936年在纳粹执政时期的 德国柏林举办的第11届奥运会拍摄纪录片 Olympia 纪录片中看得到中华民国的国旗 当时是中华民国在大陆执政的时期 派出了69位运动员参与奥运 我们来看看这部史上第一部奥运纪录片的制作 如何开创并奠定了运动摄影的拍摄技术 并发展沿用到现在 1936年时奥运圣火是透过泡物面镜汇聚太阳光点燃的 有点麻烦又不一点糟 所以导演将采集圣火的仪式摆拍了一下 在希腊古代运动场设计的取火仪式 增添奥运会的神圣与传承 现在的每一场奥运会都是从圣火传递开始的 从希腊的奥林匹亚出发 传递到当届举办的国家城市 以往的奥运会只有采集圣火 没有进行传递 而圣火传递的仪式也是从1936年 第11届柏林奥运会开始延续到现在的 所以圣火传递也是当时奥运史上的一项创举 1936年没有现场直播技术 所有赛场上的精彩画面 只能从这部史上第一部奥运纪录片 Olympia中看到 纪录片分为两集 第一集民族的节日 第二集美的节日 面对一场接着一场不同的竞赛项目 与稍纵即逝的比赛场面 导演与摄影师进行了很多技术革新 他们制作可以旋转各种角度的摄影机支架转台 打造有防震功能的摄影车 因为比赛时不能干扰选手的注意力 所以有些摄影机就架在赛场旁事先挖好的坑洞中 甚至设计一种隔音的盒子套在摄影机上 不让机器的声音影响选手比赛 在拍摄全景时 还动用了德国著名的齐柏林飞艇进行航拍 将赛事的盛况尽收眼底 拍摄跳水与游泳比赛时 摄影师制作了一个防水盒子保护摄影机 也是陷在水下摄影设备的前身 并在游泳池壁装设一个小型的升降机 使机器能连续的上下运动拍摄 因为当时没有变焦镜头 为了拍摄选手近景的镜头 摄影师将机器装在一个特制的小象皮船的架子上 用棍子操纵船 避免摇桨造成水面晃动影响比赛 甚至为了能够找到运动过程的感觉 导演和摄影师还练习手持摄影机跟拍选手 这也开创了能更有呼吸运动感的拍摄手法 在马拉松竞赛的赛后补拍时 摄影师还将轻型的摄影机套在马拉松选手的身上 这种技术做法可以称是现在最常见的GoPro的前身 因为不能打扰选手竞赛 所以摄影机利用望远镜头 也就是长焦镜头 这成为了影片的一大特色 也奠定了运动拍摄的方式 这位代表日本第一个跑回终点夺冠的马拉松选手 就是韩国电影《没有国家的冠军》里 所纪念的韩国马拉松选手孙吉珍 每天大约都有一万五千公尺的胶片送到冲印厂 晚上导演会先看冲印出的素材后 与各摄影组开会讨论当天拍摄的情况 再来安排隔天的拍摄工作 后期制作上导演亲自剪片 最终从30万公尺的胶片中挑选了30%的内容 花了两年的时间运用了电影制作的方式 完成了共两集将近四个小时的Olympia纪录片 最后跳水决赛的部分 导演刻意将画面对象串接 加上快速剪接的节奏 创造了一个振奋人心的结尾 导演用画面构图 摄影技术 用音乐效果与剪接技巧 呈现了奥运赛场上的运动之美 在1936年前 奥运会只会出现在报纸新闻上 而莱尼里芬斯塔尔将奥运会推上了艺术的殿堂 他原是一名演员 在1932年指导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后 受希特勒赏识 坚持要他拍摄1933年党代会纪录片 之后接着就是1936年的Olympia纪录片 虽然纳粹政府不惜投入大量人力 财力和物力支持纪录片的拍摄 但奥委会是个中立的机构 不能在赛事上完全配合 所以里芬斯塔尔必须因应赛事的实际情况 开创新的拍摄手法及摄影技术 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场地与赛况下 达到他想要呈现的效果 里芬斯塔尔及编剧导演简洁于一身 带领工作人员完成了史上第一部奥运纪录片 但在各国同聚参与奥运的三年后 便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此纪录片也遭到了争议 说是希特勒借派奥运纪录片之名 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背后的故事很多 也使导演及这部片蒙上了阴影 所以这部片不只记录了当时的运动盛事 更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记录 多年后这部为运动竞赛开创拍摄手法 与艺术价值的Olympia被时代杂志列为百大影片之一 直到现在在运动拍摄上 我们还持续沿用着莱尼里芬斯塔尔导演所开创的拍摄技法 所以大家对史上第一部奥运纪录片的感受是什么呢 请留言与我们分享哦 今天的影片告一段落 喜欢的朋友请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